他人生起步的第一个好事 就是拍了上海滩 那是80年的时候 他拍了上海滩 当时赵雅芝他俩合作 许文强 冯澄澄 澄澄 我们那时候 我当时上中学的时候 看上海滩看疯了 那这许文强多帅啊 大礼貌 风衣 白为金 那这许文强礼貌 冯澄澄画网 那么冯澄澄 在头上扣一个网 当时很流行 上海滩那时候 是风靡大街小巷 我们当时都跑到 录像厅里看 有的时候呢 比方说这商场 这电视在这摆 要放上海滩 周围里三层外层围着看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听什么 仰卫平 否其中生都 就会想起 那时候上诀 朗班朗朗 反正是这个上海滩 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周日发那个时候 应该说演技不是很成熟 可是那个高大帅气的形象 一下砸根 当然周日发不会就甘心 就演这几部电视剧 当个偶像就拉倒了 他当时也很想往电影里扎 所以周日发那时候也想演电影 可是他机缘呢 不太凑巧 他当时演的电影呢 有的时候呢 挺叫好的 但不叫做 有的时候卖了点票 但是专业人士都认为 这电影不怎么定 甚至有一度周日发被称为票房毒药 就有他电影就不好卖 这个局面怎么扭转 到86年扭转 当时也处在失忆状态当中的大导演吴宇森 就接到了英雄本色这么个本子 就找到周日发 周日发一看这本子 这我得演 说给你50万港币片酬 不要片酬我都愿意演 这小马哥的角色太有意思了 可其实一开始演的时候呢 小马哥不是这里的第一主角 我们都知道这里边狄龙 是第一主角 还有张国荣和曾江和这些人 但是演着演着 吴宇森发现周日发太抢心 超过了老牌的英雄人物狄龙 他把小马哥那种快意恩仇的感觉 演绎得淋漓尽致 包括那种洒脱 你比方说用这个美金点烟 穿着那种风衣 尤其是拔出枪来 双枪 射击出那种潇洒之头 再加上这个经典才是 我这三年 就得想等一个机会 我要争一口气 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 我是要告诉人家 我这些东西 我一定要拿回来 结果当时这个电影上映之后 那是我们在高中那个时候 最崇拜的英雄人物形象 甚至我们说话都是 谁要牛一点 你牛啥呀 你以为你谁呀 你以为你发哥呢 都拿这个来 当时小马哥这个形象 不得了 那火的是一塌糊涂 凭借这个呢 周日发也终于拿到了香港金箱奖的影帝 那个时代既是票房冠军 最后又获得了金箱奖最佳影片的 就是英雄本色 当时英雄本色是 3465万港币的票房 那么这部电影 吴宇森的暴力美学 把周日发推上了电影的一个星光大道 接下来呢 周日发接电影 那就是顺风顺水 他的好多片子在这个时候 红遍了香港 包括东南亚 甚至整个亚洲 到了89年 周日发又接了一部片子 这是他第二个巅峰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赌神 他里边演赌神高级 解决这部戏 我们看过之后 就有这感觉 谁跟发哥配戏 这气场都差一块 你刘德华也弯 往周日发身边一站 那就是小弟 而且他这个赌神 之后引发了香港一个赌篇风潮 赌侠呀 赌胜啊什么的 当时周星驰这些人 也都跟着跟风 而这一年呢 周日发又拍了另一部片子 风格和赌神呢 和我们说的英雄本色 完全不一样 叫阿郎的故事 阿郎的故事里边呢 他跟着张艾佳演对手戏 演一个很温情的家庭戏 你还是那么恨我 我不是恨你 我没有办法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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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 一个是阿郎练曲 就是后来的练曲1990 月雨八月 再一个是你的样子 这两首歌都是 罗大佑做的 哎呀 全唱一首 结果到90年香港金县长评奖的时候 怎么评的呢 出现了周日发打周日发 就是赌神这片子 跟阿郎的故事打仗 就到底是这里边 哪个周日发演的角色 应该获得影帝 这在当年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周日发在这个时候 那真是红透半面天